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债券市场 各位同学 今天我要来为大家讲 第十三讲次 第十三讲次 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影响债券价格的风险因素 影响债券价格的风险因素 这一讲次的大纲有 一 利率走向 第二个 经济景气 通货膨胀 发行人的债性 以及国际金融的趋势 市场供应与流动 市场的动态 首先我要为大家介绍 利率的走势 也就是说利率的水准 在整个影响债券的价格的时候 它是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利率的变化 都有可能带给投资者收益或者损失 因为利率是影响债券价格的重要因素 当利率上升的时候 值利率升高 债券的价格就会降低 这时候债券投资就可能会产生损失 反之利率调降 值利率下降 债券的价格会上涨 投资就会赚钱 所以利率是债券价格的风向球 投资债券绝对不能够忽视利率的变化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利率 可以说是债券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我刚刚有提到 它是一个债券投资的一个风向球 就是你知道这个利率的高低 然后你决定要不要买 而这个债券的利率的高或低 常常决定了债券的价格 所以当你在利率低的时候 你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或者利率高的时候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利率的走向 就是我们购买这个债券 是否要买的一个先机 然后当这个利率升高 或者利率降低的时候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债券的价格 就会有一个变动 通常来讲 殖利率的价格下跌的时候 这个我们债券的票面额 就会往上涨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赚得这个利润 相反的 如果当这个殖利率的利率上升 然后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产生损失 那所以呢 利率一直是所有影响债券价格 最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球 所以我们如果买债券的时候 我们先看这个利率来决定 我们到底要不要购买 所以利率是债券要不要购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好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 就是当这个预期的利率下跌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买进债券 因为这个预期利率如果下跌的话 这个利率走势向下 市场的资金就会去抢利率较高的债券 造成债券市场的价格就上涨 如果我们预期这个利率上涨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就卖出债券 当预期利率下跌 就是说不跌反账的时候 这个时候原来已经在市场上流动的债券 因为付出的利息较少 投资人就会抛出债券 这个时候造成债券市场的价格下跌 第三个就是参考指标的这个 殖利率的曲线 也就是说殖利率曲线 它代表的这个价格 这个市场上短期利率期限的结构 那这个时候投资人可以根据 这个作为投资债券的一个利率的一个参考 这三个就是特别告诉我们 我们应当在什么时候买进债券 什么时候卖出债券 什么时候我们做一个参考就好了 那通常来讲 这个预期利率如果下降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应当买进债券 因为利率下降 大家在这个时候长期的资金 市场的资金都会去抢这个比较高的债券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先买进这个债券 那如果在这个市场上 这个刚好相反的预期利率是上涨的话 那也就是说大家都开始抛出这个债券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应当要赶快卖出这个债券 那这个预期这个利率呢 如果没有什么变动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当作一个参考的指标 然后再进行一个了解 好这里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什么时候买进 什么时候卖出这个债券 通常是跟利率成一个反的方向来决定 我们到底是要买进还是卖出 那也就是说这个利率如果下跌的时候 这个债券就是比较受欢迎 当利率上升的时候 这个债券就是大家都不要 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卖出 好以上就是我对大家介绍了一下 这个利率的走势 影响我们债券的价格 是最重要的一个风向球 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接着呢我再为大家介绍 下面这个单元 就是我们观察这个景气 这个观察这个景气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景气对策的信号 是政府对于经济成长的状况 所应当采取的财政或货币政策 预先发出不同警界的信号 依照景气信号的变化来分析 可以综合判断短期未来景气 是否能够进入过热或者是衰退 以作为政府财经当局 拟定财经政策决策的参考 这个观察景气 就是我们常常看一看 这个景气的对策 然后来决定我们这个财政政策 或者经济政策 我们常常看这个景气的 各种的风向球的 各种的灯号的讯息 就可以知道我们到底要拟定 什么样的财经政策 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会对未来的景气的现象 我们可以知道 到底是会过热还是衰退 然后我们做一个预先的准备 所以观察这个景气 也是在这个整个的影响债券价格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也可以作为我们财经当局 尤其在订定各种债券利息 或者殖利率率的主管机关 作为一个参考 那当然那个预测 有的时候难免会不是那么正确 这也是 所以考虑的方向 或者考虑的层面 可能越来越多 尤其现在世界各国 那都像一个地球村 而且我们所有的资金 都没有国界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怎么样的预测这个景气 而且能够跟国际之间结轨 这个大概都是每个决策当局 或者发行债券的主管机关 深切要考虑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 就是经济景气的问题 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观察景气 然后我们也要注意到 整个经济的景气的情况 经济景气的状况 也是因为整体的环境的变化 而有起有落 经济活络 景气好的时候 大家都舍得用钱 企业的意愿 也都愿意投资 市场利率就会调高 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 当景气不好的时候 企业投资的意愿就会低落 民众消费的活动就减缓 市场的油脂很多 这个利率就会走低 债券的价格会上涨 债券投资就会越热落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再解释 也就是说 这个整个的景气循环 其实也影响到 我们投资的意愿 如果当景气好的时候 大家都去愿意去买 愿意去抢购 尤其当景气越好的时候 大家资金就比较多 当然就去抢购 那债券的这个价格 当然就会上涨 当景气不好的时候 那大家的资金 也就比较紧缩 甚至于银行 在这方面也会收散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资金就不够充裕 不够充裕的话 那债券也就比较 没有人愿意去投资 所以债券的价格也会下跌 所以景气好坏 实际上影响到 这个债券的价格 也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 就是国家的经济活动 也像人生 有起起伏伏的生命周期 也就是说景气循环 利率走向 往往都是整体经济因素所牵动 比如说通货膨胀率 这个货币供给成长率 经济成长率 央行政策 不同的经济景气循环的情况 那我们也会有不同的 这个整个的这个走向 那我们讲经济活动 就好像人生一样 常常有起起伏伏 那不定的 所以经济循环呢 那也是一样 一下子开始 到了一个最热络的地步 就开始会往下衰退 到了衰退 一直跌到谷底的时候 可能又有一个反弹的力量 这里面呢 就有很多的因素 让它能够起起伏伏 比如说货币供给的成长率 或者是市场的油脂的这个利率 或者是投资意愿的高低 或者市场价格的上涨 这些通通都影响到 整个的景气的一个概况 过去呢 我们的景气 常常都可以用 比较平衡的一个统计图来看 就时高时地 然后这个里面呢 就有几年做一个周转 可是现在 因为影响的因素实在太大了 不只是国内的 其实国际之间影响到 本国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尤其我们国家是一个 以外貌为导向的国家 所以我们常受到 国际间的影响很大 那在别的国家衰退的时候 那也就影响到我们的衰退 所以当我们自己本国看起来是非常好的 一片熔景的时候 可能外来的因素会冲击的 让我们不知所措 或者有很大的影响 那也就是过去发生了很多的金融风暴 并不是在我们台湾引起来 而是别的国家影响到我们的 所以经济循环或者经济景气 或者经济衰退 这些那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就越来越多了 好 这是我讲的这个因素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这个 也就是当这个景气 趋向于向下滑落的时候 在景气从这个高峰往下滑落的时候 有的企业跟这个民间的需求 将因为投资环境的恶化 央行通常会调降利率来刺激景气 加上银行对于放款的态度 趋向于谨慎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景气可能会继续的往下滑落 其实什么叫做雪上加霜 这个就可以说出来 尤其当那个景气开始不好的时候 大家都不愿意投资了 企业也不愿意投资 民间也不愿意投资 所以我们有一个指标 就是我们看如果银行的 整个金融机构的存款 如果是增加的时候 金融机构的定期存款增加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我们可以看出来 大家都不愿意投资了 如果金融机构 或许存款比较多 那我们就知道说 大家可能很愿意 在很短的时间 又再做一个投资的动作 这个就是那个景气的一个指标 那大家如果这个景气 大家越来越看坏的话 那大家就不愿意再投资 不愿意投资 这个景气就越来越 冲向谷底 那而且加上银行 看到有些企业 或者有些一些民间的人 向银行去借钱 有一些周转不灵的现象 那银行更是在雨天收散 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之下 这个景气会越来越往下滑 那滑到什么程度呢 接下来再为大家讲到 就滑到这个谷底 当这个景气滑到这个谷底的时候 通常也是利率降到最低的水准 此时可能出现了百业萧条的情况 股市的行情也不好 投资的工具 报酬率也非常的低 这就是一个现象 就是当这个景气到达最低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投资了 那这个在这个最低的时候 那利率也很低 那大家也不愿意投资 那这个情 这个时候政府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 就是应当赶快 希望大家能够赶快的 能够投向这个市场 所以政府可能要出现很多的政策 来使大家愿意去购买 有能力去购买 然后把这个利率降到最低 来鼓励企业投资 慢慢的在走向扶苏的阶段 所以接下来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 就当景气开始 这个景气缓步的扶苏成长的时候 那景气度过的寒冬 开始迎接春天 各种经济活动也就活络景气 企业出现了投资的意愿 消费者也因此比较敢花钱 经济的成长只跌回升 那物价也就不再下跌 这里就是说景气度过了寒冬 那迎接的是春天 那这个时候所有的就百货 各业通通都在成长中 这样成长的话 大家一般人也开始有了钱 资金 然后开始投入这个市场 投入这个市场去购买 或者企业投入这个市场去投资 然后让所有的行业都开始扶苏 那货物就一般人的生活 也就开始趋向于比较好的境界 那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呢 那就一直再往上走 就往上冲 所以接下来这个阶段 我们就讲到 就当这个景气开始趋向于高峰的时候 当景气热落的时候 企业投资的意愿提高 购物资产的人就会增加 越来越有 更多的人向银行借钱 投资资产 银行的体系的资金的需求 也相对的就提高 就是说企业投资的意愿 就会越来越高 大家也都愿意去买东西 大家也愿意去投资 所以购物投资的人 就会越来越多 这样景气就到了最高峰 当然大家知道 到了最高峰 接下来可能又开始 要趋向于缓慢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刚才我们讲到 这个就是经济的景气 影响到投资的意愿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 下面这个单元 下面这个单元 我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通货膨胀 投资债券 它最大的风险 就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通货膨胀 那通货膨胀这个风险 因为通货膨胀 会侵蚀投资人的购买力 预期以后的债券的收益 还本领回的现金 可能再购买的能力降低 使得投资人卖出债券 债券的价格就会降低 那债券的价格降低 而通货膨胀也会造成 这个利率的上涨 进一步带动债券的价格 大幅的下跌 可能造成严重的资本损失 这个通货膨胀 可以说是货币增加 货币数量增加 或者货币流动的速度加快 使得货币整个的货币的总量 相对的增加导致物价长期的上涨 而使币值下跌的一种现象 这种现象 这是一个 就是从经济学上面来做的一个解释 那这个物价大部分的下跌的现象 简单的说 也就是通货膨胀 影响大家的购买力减低了 其实我们最大的一个风险 就是在通货膨胀的风险 因为当通货膨胀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 那大家有限的资金 就不够去购买那么多上涨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当然都不会考虑再去买债券 那通常通货膨胀的时候 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 这是一定的现象 所以当大家都没有购买能力的时候 那这个债券的价格 当然就会随着整个 大家购买力都没有的情况之下跌 这个就造成了债券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这个也就是 整个的资本支出的一个减少 也是一个大家的一个损失的最大化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这个物价上涨 这个通货就会影响到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利率就上涨 利率上涨债券的价格就下跌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循环 物价上涨它影响的 那同样的物价下跌 通货就紧缩 通货一紧缩利率也下跌 那债券的价格就上涨 这个就是通货膨胀 引起的利率的上涨和下跌 而影响到债券的价格的这个涨跌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通货膨胀 其实它带动的不只是物价 它整个的在这个资本市场上 它带动的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利率的问题 有讲到景气的问题 但是都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带来给债券价格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动 所以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债券最大的损失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好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讲下面这个单元 下面这个单元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发行人的债性 发行人的债性 就是投资人对于债券的本金能不能够拿回来 这个是比利息收入的多寡更关心 所以投资债券的安全性会比收益性来的重要 债券安不安全 债性平等可以当作一个评估的指标 而且债性平等的好坏 债性等级的高低都会影响到债券发行的成本 也就是利率的多寡高低 也会影响到债券价格的变动 和未来资金能否赏还的关键 选择有债性平等且等级良好的债券 才能够保障这个投资的权益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发行人的债性 那发行人他的债性如何 那这个就是债券平等 大部分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这个债券 你买了以后 以后这个债券能不能拿回来 是不是比这个债券的利息还要重要 如果这个债券将来这个公司 或者这个政府发生了问题 而这个债券我们收不回来 那利息很高又有什么关系呢 根本连本金都拿不回来 所以债券的平等是非常重要的 那债券的平等也就是说他可以知道这个债券 而且长期追踪他的收益性 他的是不是能够还得起这个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债券平等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能不能赏还 本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考量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 下面这个单元 就是国际金融的情势 那个资金是没有国界的 国际金融的情势 已经密切地牵动了国际资金的流动 因此国际资金的变化 也会影响到国内的金融环境 例如利率走势 汇率变化 甚至于这个物价 这些等也都会息息相关 所以这个是资金没有国界 而且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常常在这个 做各种的投资的时候 我们常常要考虑到 其他国家的情形 而且这个其他国家 我们有考虑到的问题 就像它的利率 还有它的汇率的变化 以及甚至于 他们的物价的水准 这些都会影响到 我们国家的这个债券的信用 或者影响到我们国家的 政府的债性 那这里面 那也就是金融环境 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或者是国际的金融情势 我们能不能够掌握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 接下来有几个指标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第一个就是汇率的波动 利率的走势 还有就是物价的变动 这几个因素都是国际金融情势 非常重要的 你看别的国家的汇率 是不是影响到我们汇率 而且我刚才讲到资金 是没有国界的 所以别的国家利率如果高的话 可能有的人就把他的资金 存到别的国家了 那这样他就不会来购买 我们的债券了 或者物价的波动 那我们就向别的国家去购买了 那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债性 所以这几个因素 都是影响我们债性的一个 重要的指标 那这里我们是不是应当 特别考虑到这个债券 它的这个平等 好 接下来我再讲 下面这个单元 就是市场攻击需求和流动 那个债券交易的筹码 供需的状况 会影响到债券的价格变化 而标的物的市场流动性 则会影响到投资人的变动能力 对于市场的供需和流动的状况 也要多加关心 否则会买到流动性很差的债券 可能会影响到投资人资金的调度 那这里面 这个也就是债券的买卖 牵涉到资金的流动 整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状况 就会造成流动的顺畅与否 也间接的影响到债券价格的涨跌 这里我们可以从一些指标来看 如果供给面的资金多的话 大家都抢着去买 如果需求面的 大家都愿意要的话 这个债券的总类会变多 如果一些指标 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现象 那最后一个因素 就是市场动态 那所有的购买债券的人 你都必须要有一个习惯 就是常常去看一些市场的动态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今天就这些面 比如说经济景气 利率走势 国际金融的状况 物价的水准 通货膨胀 来给各位同学做一些 那事实上 每一个同学在购买债券的时候 都要小心 要从各方面来看 我们下一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